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仪急起直追 最新民调从第三名超车成为第二名 领先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0.2个百分点 对此柯文哲回应要看统计方法 还说选举到了民调开始操作 针对副总统赖清德近日表示 依赖论或依美论是中共企图分化台美关系 进而影响台湾大选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批评 这些问题是赖清德一言一行累积而成 对此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长洪生汉 呼吁国民党团不要搞果为因 把自己变成北京的马前卒 即将迎来823炮战65周年纪念日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仪 与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都将提前到金门参加纪念活动 可望继7月12号台东全国政府议长 联谊参会同桌后再度同台 外传侯友仪金门行将访郭台铭发表和平宣言 争议超过20年的北投缆车新建案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在就任台北市长时喊咖 北市府与开发业者申请仲裁庭 结果出炉 北市府需赔偿2.3亿 被议员质疑留下烂摊子 柯文哲表示 他上任时就知道盖不下去 新团野太电视整理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